2022年2月24号 莫斯科时间清晨5点50分 从克里姆林宫无预警释出的 由俄国总统普丁所发表 向乌克兰的宣战直播之后 这场原本只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 一发不可收拾 不仅打出了国际的阴谋 打出了全球的问题 现在还打出了本来数十年 维持中立立场不变的中立国 居然不想再维持中立的巨大改变 为什么俄乌战争会迫使中立国 最后放弃中立的身份呢 当芬兰跟瑞典接力要放弃中立国身份之后 整个欧洲又会因为这场战事 变成什么样的样貌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 为大家邀请到了 东欧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刘碧荣教授 欢迎您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 当俄乌战争让中立国都不中立之后 国际局势到底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首先就欢迎我们的教授 老师我们很想知道 这场到现在不见停火机上的俄乌战争 最近打出了一个新局面 竟然就是让中立多年的芬兰跟瑞典 向北约提出了加入的申请 而且重量是中立国的 瑞士国防部安全政策主管普里 他在接受路透社记者访问的时候 他表示最终中立的解读方式 可能都会有所改变了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打的是北约 东阔让他感到不安 没有想到如今真的开打了 反而是毕竟原来的中立国 近临芬兰跟瑞典 却是主动要加入北约 意外让北约东阔成真 教授您怎么看他这整个事情的演变 对因为如果你看到整个权力的来看 你看像瑞典 瑞典本来就跟北约有很好的关系 他们关系非常密切 包括演习 包括怎么样的合作 所以有些分析家讲 本来像瑞典他其实不需要加入北约 因为你北约的好处都有 你加入北约以后 你反而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 那么又比如说 你假如说是安全来讲的话 瑞典跟芬兰现在应该讲是最安全的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根本没办法 没办法打了乌克兰都打不下来 不可能再辟一个战线去打瑞典跟芬兰 那你说如果说你安全 他现在是最安全的时候 如果想从北约获得的好处 事实上你已经有好处了 那为什么还会加入北约呢 那么后来很多人讲说 其实最根本的就包括瑞典的 这个总理安德森的讲 因为是俄罗斯的一个企图型 不是他的权力大小 而是说他居然真的会选择战争 居然真的选择战争 这让他们觉得情势有改变 以前只是说你一个力量摆在那边 那你会忧选我可能威胁不威胁 但现在你居然真的来做了以后 整个改变了 所以这个你就讲说 如果说像普丁有失算的话 我们常常如果讲说战争来发生以来 普丁有好多个失算 其中一个失算就失算在这里 就是你刚刚一开始讲的 本来我是因为说你们北约把我围住 所以我要打出一个中立国的一个场面 就越打越可能越碰到危险 好我们知道说申请加入北约 虽然条件不多 但是它的门槛很高 为什么呢 尽管芬兰跟瑞典两个国家自身 老师刚刚也讲 其实他们本身的条件都非常的好 要加入北约不困难 但是难就难在你加入北约组织的第一步 必须在北大西洋里 是会得到全部成员的同意 全部才能够邀请其他的国家加入北约 那么最说大家还担心跟芬兰跟瑞典 过去曾经有过一些小过节 像是土耳其 可能会成为一个阻力 一个阻挡两国加入北约的小石头 但是在美国的强势介入之下 主导之下 这个石头预计应该是可以被搬开的 那么可是国与国之间的疙瘩 就不是那么容易会消除 谢谢教授您怎么看 北约未来会不会变成一个 貌合神力的组织呢 对 如果一个军事同盟 真的要发挥作用的话 那当然必须要 军事能够整合 彼此能够协调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你如果真的要加入 包括你的军力 能够对北约做出多少的贡献 不能说北约的军力有这么强 你的军力这么一点 我怎么让加进来 那么这是一个 那第二就是讲说像土耳其 土耳其真正的 本来他们讲说 土耳其为什么会阻挡呢 是不是土耳其 它跟俄罗斯的关系比较好 所以它是避免俄罗斯感到不安全 所以要阻挡 后来发现土耳其讲出来 这个原因就是 你芬兰跟这个 你们是包庇库德族 对 库德族 尤其库德族工人党 一直搞分裂 那么对土耳其来讲 它说那叫做一个恐怖组织 那结果恐怖组织呢 结果你的基地啊 什么放在这个北欧这些国家里面 所以土耳其才会很生气 说要不然的话 你们就 这个你不能继续再包庇嘛 要不然你是我的盟国 你又包庇我的内部的恐怖组织 这怎么像话 不过就像你刚才讲的 应该是有机会 因为这问题其实不难解 不难解 其实就美国啦 或者是两个当事国 他们透过谈判呢 外交的一个手段 其实这是应该可以 有机会能够解决的 有机会解决 但是真的进来以后呢 会不会贸合审理 会不会真的到时候 目前看起来 如果维持北约的精神的话 尤其北约第五条的这个精神 就是打一个人 打一个国家 新同党跟整个北约宣战 如果坚守这个精神的话 我觉得如果这个同盟 真的发挥作用 应该还可以守住了 但是不晓得要经过一段时间 中间谈判呢 还需要一段磨合的时间 是是是 好 所以说 不论俄乌战争开打的原因 是怎么样啊 就算你是普丁打错了算盘 也就算北约其他国家 现在大家都觉得 过去错看了俄罗斯 没想到你搞真的 那么现在 但是整个战局 变成一个变调的局面 有人分析 这可能是形成了 欧洲新冷战的局面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 俄罗斯一开始就曾经说过 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一开打他就这么讲 教授请问您怎么看 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形式 会用什么样的面貌来开打 那么在我们过去 和平了超过70年的世界 会不会真的要进入历史的轮回 有人真的是蠢蠢欲动 想要打一次了吗 所以这个是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你看冷战和这个世界 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两件事情 冷战是没有打 冷战是没有打 双方只是对峙 分成两个地盘来对峙 那第三次世界大战 是真的去打仗 那如果说整个战争失控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像北约的国家 还是非常非常小心 他为什么没有说 真的部队进到乌克兰去 就是怕说真的整个 这种一失控了 真的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怎么办 其实历史上很多事情 因果关系的时候 不是讲得那么清楚 我们现在担心就是担心这个 因为曾经有些学者 去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有没有个阴 有没有个果 后来访问了很多人 发现很多阴 很多果 很多阴 很多果交织而成 所以他们说那时候 每一个国家 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都觉得人家不对 就像现在一样 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所以每一个国家 都像梦游一样 所以当每一个国家都梦游 你只能直线梦游 然后你也在走线 然后就撞在一起了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个结果 就学者写了本书 叫梦游者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然后后来就讲到说 现在的国际局势 很多国家也觉得 自己是对的 大家都在梦游 本来是讲的是 美国跟中国大陆 好像你们都在梦游 就没想到美国跟中国大陆 倒还没有去真的碰到 倒是俄罗斯在梦游 或者别的国家在梦游 结果这整个撞在一起 所以会不会发生 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俄罗斯当然警告说 可能会有 他是警告你说 你们北约不要介入 但是拉夫罗夫也讲说 我们不希望事情发生 还是梅德威杰夫也这样讲 不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 但是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所以任何东西都有 在梦游的情况下 很多事情我们说不准的 但是我们倒是希望说 如果你要我去选冷战 和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当然就是冷战的机会 应该是比较大一点 好 美国的态度 其实我们现在看来 一直就是俄乌战争当中 最微妙的一个 本来拜登他一上任总统 他宣布要从阿富汗撤军 有一个原因他就说 这个钱庚太大了 拜登自己是这么说的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标志着武力改造他国 时代已经结束了 但是恩物这场 今年开打的新战事 感觉又不是那么一回事 教授想请教你 怎么样看待美国的态度 跟拜登他到底在算什么 他盘算什么 其实我们看到 如果说在战争发生的 这一乱过程里面 大家的目标是不断不断在改变 那美国当然最早的时候 当然是嚇阻 那嚇阻他希望战争不要发生 不要发生 但是你可以看到 美国在战争发生以前 他所有讲的话都是说 如果你打的话 那我会怎么样的制裁你 但是都是经济 没有军事 没有说打的话 我的美国部队打你 没有 他全部都现在经济上 所以我们在国际政治上就研究 那你等于自我设限的这样的一个吓阻 到底有没有用 经济上这样也没有用 后来发现是没有用 没有用 那而且怎么办呢 怎么办 美国打了以后 但现在就讲 他的目标是把俄罗斯 把他赶出 赶出这个乌克兰 还是说 就像这个Austin 美国国防部长Austin讲 他的目的是要用这个战争 去削弱俄罗斯 他就消耗俄罗斯 对 那你现在的目标就不是领土 消耗的俄罗斯 把你整个变弱 那就表示说 这整个看起来 到底谁是一个局 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你说 美国目标到底在想什么 可是问题是 他也不会真的去改造什么 因为以前的是 小布希时代 新保守主义是那种讲法 我不是打败敌人 要改造 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所以阿富汗当时 我们叫做足国建立 怎么建国家 那小布希 那个新保守主义时代 过了以后 现在就是打败一个敌人 打败敌人 那我们去看了 美国到底把目标设在哪里 就好像我们看俄罗斯 我们不想俄罗斯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你要领土 都乌克兰 还是哪个地方 就等大概把目标 看在尘埃落定以后 目标能够定出来以后 我们才想着说 它会陷入多久 但是总希望说 美国现在它整个战略 还是要把重点 摆在亚洲 是 摆在亚洲 你在那边 花了太多钱 太多时间的话 你整个在外交政策 整个一盘棋 就打乱掉了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重整 现在等尘埃落定 再重新把一个旗 再把它摆出来 谢谢 那么我们知道说 从俄乌战争 让中立国都不中立 这件事情来看 有的人就认为说 这对台湾 其实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间接 就是告诉了中国大陆说 如果你动心起念 要打台湾 可能这场战事 不会是如他们所想的 能够速战速决 而且代价恐怕 也会让中国有重伤 那么教授 你怎么样 看待这样的分析呢 对 因为像这一次的 欧乌战争 其实每个国家 都想从中得一些教训 那么台北有台北的教训 北京也北京 学到他们的一些教训 但是我想大家都得到 一个共同的教训 就是很多事情 可能跟你当初想的是不一样的 你看这一次 我们有太多的一个误判 包括西方的误判 俄罗斯的误判 甚至我觉得乌克兰也是误判 他觉得西方这么支持他 每个人都会发现很多误判 就是不是 觉得战争一旦开打 不是你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 也不可能速战速决 然后国际上也不是 你所想的那样子 就接受了一个既成事实 不会 那么这个让所有 想发动战争的一个国家 我想都可能会三思而后行 是是是 那么不管俄乌战争 这场战事最终是如何落幕 那么从乌克兰 他很勇敢力拼大国的态度 让很多人就很感慨 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所以从国防军事的角度来看 教授您觉得台湾想要自救 应该朝哪些方向去做 可以比较有这个 立坑见影的效果呢 对当然 我们台湾的来讲 当然讲自己国家自己救 你看我们其实也看到 其实美国不是那么样的 可以信任的 你看像乌克兰战争一爆发以后 美国拜登讲第一次 首先第一个时间就讲 我们替乌克兰祈祷 但是我听到拜登自己讲 祈祷我都昏倒了 怎么会这样讲的话 所以很多国家当然是靠自己 比如说包括我们的国防的能力 但是更重要一点是 你要看他战争是怎么打的 因为他很多时候 比如像国际政治上 我刚刚讲算错的 比如说你用经济的制裁 为什么经济制裁 结果俄罗斯以为他已经准备好了 就一被踢出来swift 后来发现好像没有 能源的问题 科技 晶片 包括作业系统 就很多东西其实你打的是科技 是整个的经济的或科技的整个根源 不全是战场上的几个硬体的战争 什么的 于是我们就要想说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怎么从根能够增加到我的力量 然后我怎么样的结合 国际上支持我们的人 有的话语权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怎么样避免战争发生 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是 我先做好准备 我不怕打仗 但是我绝对不求战 那么我们要避免战争发生 所以怎么样的去造成我们的利益 不要被人家当棋子来打 然后怎么样的两岸关系怎么重建 我觉得这个事才是长远来讲 是我们应该要思考的问题 老师有没有人可能从这一场战事当中 能够获利呢 有的人来讲说 现在你看美国只是说 我为乌克兰祈祷 可是就是欧洲很多的国家 就开始来捐赠那些武器 他们同时也把比较老旧的武器 全部都捐给了乌克兰 那是否以后这个北约组织 它的需求是比较先进的武器 当然这每个人来讲 当然有人讲说是美国是获利的 旧武器往那边抛 军火商人都赢了 都赚得满波满盆的 然后又把俄罗斯那些企业打垮了 而且美国也把欧洲的整个力量 给统合起来 本来美国跟欧洲不见得同步 那现在就同步 那么有人讲说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 每个国家都可能有得一点 有失一点 但是全疏的我想是乌克兰 乌克兰在整个国家打得这么惨 你说成就一个泽伦斯基的英雄 但是整个国家整个赔下去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给我们 最大的一个教训 这是我们要深思的 这场绵缘数月之久的俄乌战争 影响了层面超乎了各界的想象 从权力与国力的竞争的大国角力 到引爆了整个粮食 油品这种餐桌上 民生物资的战争 俄乌冲突 一天战火不息 全世界都要付出的代价 就难以想象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刘碧荣教授来到节目 当中跟我们分析 这么多的国际局势 谢谢老师 我是王宝会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